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晓晨 183票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导师投给了他们两个哪一位 我投给李念 他是李念 我这票投给王晓晨 在上台重新跟他们互动以后 王晓晨在那个阶段对角色的笃定感更加的充沛 到现在这个状态我特别想说一句话 虽然我爆灯的权利也没有 但我想再给你们爆一下 我就是希望你们俩都能够笑笑 把这个当成一个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给李念爆个灯 那我们就用掌声来送小晨走入A通道 演员一秒入戏随光看清心动演技 OPPO晋级时刻 恭喜王晓晨进入A通道 我觉得我跟李念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 这个过程 有遗憾吗 其实没有遗憾 因为我本来来到这个舞台 就是想要听到更多真实的意见 我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谢谢 现在进入贝壳找房互动时刻 下载贝壳找房APP 为你心中的A角演员助力 让我们在此有请四位优秀演员 究竟哪一位演员能够获得挑战导师的机会 决定权在我们陈冲导演的手中 在您行使这个权力之前 我们要邀请您和于和韦老师一起来到台上 在陈冲导演选择之前 我们将用我手中的这一台OPPO 27 Pro来为你们纪念下这个特别的时刻 我 我觉得石黄小陈 石黄小陈 对 真的被他很感动 真是上仓富裕的一种感染力 祝你 好 那我们就恭喜小陈 也要有请三位共同进入我们的影视化拍摄场地 有请 陈冲老师将作为监制和韩杰导演共同来完成 于和韦老师和王小陈共同出演的影视化作品 再一次恭喜小陈 古屏黄金定河北收荆州 不好意思 来个电话 看 怎么样 挺好的 那个反应特别内在 特别好 谢谢 大叔 我能跟您和张颖吗 你们各自的反应都是依据生活来 咱们不演 二场一定三次 不行 你走到这时候 你看发现一个人 你不用那么着急吓一跳 马上要和陈冲导演和余和韦老师合作影视化的表演 心里还是很期待的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作品给大家吧 不好意思 导演 我已经五天没有睡觉了 理解 理解 睡不好特别影响技术 放松着 就是可能就进入那个情景 你保持那个状态 你就在他说的那个状态里面 因为你一担心眼泪就把其他东西演紧了 对 我其实不用在意 不干演员 还会干什么呀 有了 有了 四海之内英雄可有谁胜孤一场 好了 我看你们演戏 我兴奋了 大叔 我能跟你合张影吗 我就是觉得您这套性挺酷的 想跟你合张影 行吗 行吗 可以 但是我有个条件 别让我先说一段词 二十年来 古平黄金定河北 征无还收荆州 天下九州得其六 放有中原今日之一统 四海之内英雄 可有谁能胜孤一筹 孤今日当不当寿 孤今日 孤老师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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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 真不行 真不行 今天真不行 哎哎哎哎 我是觉得那个曹操的形象啊 还是不够微舞 我觉得这个眉毛啊 可以让它变一变 我 我自己研究了一个小方法 就是 这个胶水你看 就像那个双边贴着的 特简单 它一贴上去 它就 就可以转 就 就 行行行 气质是吧 老何 老婆 咱们这个三国股战场主题公园 它经营以来呢 业绩一直不好 公司也是经过了大数据的分析之后 决定把你们这个实景表演给撤了 老妹 把新盒用给了 你以后的工作呢 就是跟游客合合影 让游客拍拍照 反而比以前更轻松了 老何清晨合同之后 把这合同当 还需要我的丑啊 好 这 要我跟那个旅客一起拍照 其实我觉得你演得特好 谢谢姐 您以前是专业演员吧 是 花剧团的 后来改制了我们剧团就解散了 那真是 说实话 当年喜欢看过演出有很多人 那我们那剧场也就两三百人 那满满的 大到六七十岁老太太 小到十几岁小姑娘 那也是有粉丝的 胡老师 你今天 这个合同已经抓紧签了吧 您看 工资都改了 以前一千八 现在两千二了 对了 咱们公司现在还引进了新项目 天天刚到的样品 怎么样 这是什么 二次元啊 角色表演 就是我 也要穿这个 嗯 那有台词吗 不 不 不用说台词 就跟游客照个相就行 哎 我是一个演员 我得有台词啊 何老师 您就把合同签了 我好交差 配合我一下吧 我是觉得 你对演员的理解 不准确 那演员不是 穿上衣服 摆个姿势 那就是演员 你比方说我要演曹操 三国演艺 三国志 我都看了十几遍 我要研究人物 过去人寿命短 曹操死的时候一个五个岁 但实际上看上去 像六七十 还有怎么看那个 那个那个曹操那个形象呢 那不能回到几千年 就去找曹操 你又 你又不认识他 你又见不到他 你找原型 谁 我老婆他大舅 我就觉得他像曹操 六十七岁 富士级 辣状态 身板 走路 姿势 我在我媳妇面前 我一学着他就 他就觉得像 他就笑 给你感觉一下 你看看跟曹操 是不是有相像的地方 你哪个媳妇笑了 你不在公园吗 你在这儿演什么呢 这马上就演出了 那边等着呢 什么演出啊 怎么没演出了 咱俩是说好今天最棒的 是吧 是吧 你拖在这儿 窩窩气气 你干什么呀 那个 姑娘 那你先出去 这合同回头再说行不行 这是嫂子吧 您帮我劝劝何老师 让她把这合同签了吧 这不涨工资了吗 为什么不签啊 你是不是对钱没有概念 可他那个 他没有台词 赶紧给我走 干吗去 别证据呀 非得今天去吗 就得今天去 那我换个衣服 你等我一下 卸个妆 你不用卸妆了 五点就下班了 我不能这 穿这身去吗 你不就爱演吗 你到那儿演去呀 我不嫌丢人 你嫌什么呀 走走走 上那儿演去 继续演 走走走走走 你不能 我 我爸 明天再来 下班了啊 我以为你这些 所谓的什么戏车梦早就没有了 你们剧团里面那个虞超啊 老李啊 哑巴人不都改好了吗 那怎么了 人生一做得挺好的 那怎么就你就不能改好了呢 总有人坚持了 你坚持什么 梦想 你坚持梦想 你坚持梦想 你丈夫 你父亲的责任呢 你梦想比你儿子都重要啊 比你两个回家干吗的 让你干正事的 你做了这身衣服 你做了这身行动 你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 你就不是什么梦想 你就是表现欲太强 你儿子说的 你儿子就是这么说你呢 我不是那种实力的人 我不是说你给我们娘娘就非得大富大亏 但是咱们活着得有点尊严嘛 咱不能成为别人的笑谱呢 我一直以为 你喜欢看我演戏 我当时是喜欢 真喜欢 可是老贺 咱不能老停留在那时候吧 去吧 明天九点啊 我还来这儿啊 我觉得可能我儿子说的对 我可能就是表现欲太强了 需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去别人拍照片 也能引起别人注意 能不离婚吗 你40了 你不干演员 你还会干什么呀 二十年来 故平黄金 定河北 征无还 收荆州 天下九州 得其六 放有今日中原之一统 四海之内英雄 可有谁 能胜孤一筹 好 孤 今日 当不当 受众轻 这一杯喝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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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感谢于何伟老师 谢谢王小辰 两个演员表演都非常出色 但这出戏呢 更感染我的 是其中的一句台词 你四十了 你不干演员 你还会干什么呀 不管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演员是做白日梦的人 不做演员确实 也做不了别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印证了以前 讲到演员这个职业一句话 就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面 流着自己的眼泪 让我很感动的是 余和卫老师 他从这里面 又让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扮演曹操的那个人物 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 开设和塑造都是 一个寻找的过程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 当中很有趣 也很有意思 找角色 也是找自己 对吧 余和卫老师 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 那这次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感受到了那时那刻 他就是我老公 谢谢 谢谢 你们更喜欢谁的表演呢 那最终的结果 将由观众和一票 相当于观众十票的 专业评审团 做出决定 请投票 有请十位专业评审团 投票 我投给了余和卫老师 是因为我觉得他在 意气风发的曹操 和一个中年失忆的男人之间的 那种切换 非常自然 其实今天小陈的表演 也让我非常刮目相看 他在余和卫老师面前 真的不输演技 观众评审团和专业评审团的 票数相加 就将决定 小陈能否获胜 现在观众评审的 投票结果已经在我手中了 总票数 余和卫老师二百六十三票 王小陈一百二十一票 恭喜余和卫老师胜 你好 请开始你的表演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好 来 好 好 孤 每次又累又困 都靠她 小恶小困 就喝香飘飘 你是来应聘的吧 谁来应聘的呀 我这是在马路上捡衣服 帮你们送过来的 今天我们又将迎来 六位全新的挑战演员 他们中也只有一位 能获得挑战导师的机会 真的我求的一次不行 我求你 放我去 所以就商量到家里来了吗 都以为你们觉得 我是个闹总的 刚起来就没有闹兵 放弃 不放弃 宋志定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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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相信这个任务 他们在台上站得住 我可以说你在这里 我们看到你是一个演员了 你的戏演的真的比你爸演得好 您就是影帝爸爸 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著名导演张继中 欢迎您 诺镇现场的还有 专业评审团的十位评委老师 欢迎他们 那么今天这一期 我请来的飞行嘉宾又是谁呢 谁呢 她仍旧是我最爱的好朋友 也是非常优秀的女演员 她就是刘嘉玲小姐 掌声欢迎 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女主 金像奖最佳女主 金纪奖最佳女主 香港舞台剧最佳女主 奥斯卡终身评委 著名演员刘嘉玲 你知道你有一个爆灯的权利 你准备爆给什么样的演员 我觉得应该让我心动的演员吧 请入座 好 那今天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 他是业界顶级的导演 要坐镇飞行导演戏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中国首位票房过亿的女导演 曾在国内外多次获得 各类电视电影节大奖 代表作品《雍正王朝》 《汉武大帝》 《乔家大院》 以及电影《女儿楼》 《远离战争年代》 《孔子》 《进京城》等 他就是导演胡梅 胡梅 胡梅 胡梅导演大家都了解 同学有凯歌 田壮壮 张艺谋 是吧 《一大帮》 唯独留下的两个女导演 一是你 李绍弘 李绍弘 对吧 天天我刚杀青了电影《红楼梦》 对 本期选择被挑战导师的权利 就在你的手上 你准备选哪一位 来和你一起完成 你的影视化作品 要把选手先选出来 才能够定这个导师 所以我要先暂时保密一下 你玩悬疑了现在 玩悬疑 谢谢胡梅导演 请就座 谢谢 我们请到的第一组挑战演员 是三位非常年轻的男演员 郭启林是郭德纲老师的儿子 以前知道他是一个相声演员 郭启林很小 15岁开始就已经能独自上台 表演相声了 郭启林最主要的 是代表年轻人对喜剧的理解 金超就是一个外形 非常出众的这样的一个帅气的演员 听说现在现场创下过 连续97天都中宵拍摄的纪录 金超饰演过非常多 不同形象的角色 塑造力非常强的演员 漂亮 曹俊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童星 他八岁就出演了《真面小和尚》 正式进入演艺圈 还主演了《九岁现太爷》 《莲花童子》《哪吒》 《宝林灯》等很多作品 曹俊和《蓝莹莹》 是圈中非常难得的一对 正能量情侣 非常非常期待曹俊的表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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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子如 金超 金超 如此啊 你来来来 我一看 看挺露神的 我也不好意思 哎呦 连长 哎呦 哎呦 高叔 高老师 你好 曹俊 真棒 没关系 辛苦辛苦 对 时间 一排三班班长 今天 要离开我们 不好 不好 军队的那种感情 有的时候比师生啊 比任何一个地方的感情 他都深 这个要有吧 要不然咱们就成演事了嘛 演人还演你们的情感关系 士兵突击他是一群军人 你就身上必须带有特殊职业和典型性 所以我建议 我们应该去军训一下 我们要不抛弃不放弃 在入列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我们每一个队员的体能训练情况 悟空 出列 大家好 我是悟空 你好啊 郭麒麟 你好 好的 看我的 你可以的 悟空 请三位演员根据我的示范做三十个俯卧车 指令俯卧车 准备 二 三 三 三 郭麒麟 请注意要放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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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坚持 我知道 大家对我的认知肯定都来源于我的父亲 就想给大家表明一个态度 就是 我可以一辈子都不如我爸 但是我一辈子都要为我喜欢的事业而奋斗 快快快快 运行的话就是跟着大家一起跑步一起做俯卧车 大家这样一吼一叫一跑起来 我觉得我们还是马上能够感受到做一个军人的时候的这种感觉 在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得看上抖音 非常的管用 出发 我们现在找到了军魂的感觉 也有了彼此兄弟琴的那些感触 希望能够把我自己理解的许三舵真正的演出来 我来到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想让观众朋友们认识认识一个不一样的郭麒麟 他不只是一个向上演员 他更是一个演员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班长 我犯错误了 你要不是为了掩护我 你也不会受伤 军事演习里边拿出蓝镜纸吹棍 那是大功啊 屠功啊 是不是 行了 把楼台起来 许三舟 到 哎 这还差不多 像个当兵的样子 哎呀 神仙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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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舟 看看 快看快看 哎 团里的嘉奖下来了 厉害了啊 你拿 你看 特威风 特有英雄气概 连长 连长 第一名 我带的兵 帅不帅 帅 帅 太帅了 你把我的话都当耳边疯是不是 没有 抓住蓝军指卫官的 为什么不是你 说 林长 我 年纪大了 能替我先 我 那你就 回去收收的东西 准备 准备滚蛋 现在就去 是 帮帮 帮帮 是 连长 我想不通啊 班长是我们全联最好的兵 你凭什么让他走啊 你想不通 我 我比你更想不通 你以为我愿意让他走吗 你们班长退役已经到期 如果不立功就升不了职 是 结果 是你立了功啊 所以你们班长就只能 退活 我没立过 是班长掩护的我 立功的是班长 这个 这个我不要了 学长 你等会儿 快去 你把他给我捡起来 把他给我捡起来 班长 我没立过 我不让你走 班长 你放手 班长 十三多 你放手 我不让你走 十三多 你不让你走 十三多 你要干什么 这是部队 这是军队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这就是你给我推荐的班长 副班长 连长 我告诉你 你一天没退伍 他们就还是你的兵 你要不好好收拾 我看你们三班 接三折了 谁 班长 刚才连长说的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跟连长申请了 许三多跟你 一个是班长 一个是副班长 他同意了 你 你说 我是副班长 怎么了 不愿意啊 不是不愿意 我怕我没那能力啊 谁说你没那能力啊 我一直 都以为你们觉得我是个闹种呢 闹什么闹 刚起练就没有闹兵 你给我记住了 记住了 发生 到 给你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能 到底能不能 能 把那箱子给我抢回来 三多 三多 你别我三多 你就别抢了 许三多 你跟着哭 你跟着哭什么呀 那班长又不是没了 那班长还会回来看咱们呢 你得记住咱们军人得有荣誉感 别闹了 别闹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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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三多 别闹 别闹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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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舵 曾经我答应过你父亲 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堂堂正正的兵 我觉得 我觉得我做到 咱们刚起点一直说 不抛弃不放弃 如果说因为今天我走 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就是抛弃和放弃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只要你们守住咱们这个班 守住刚起点的精神 那这个地方 就永远是我们老兵的根 站起来 你俩给我记住了 这面景气代表了刚起点 所有人的荣誉 别给我弄丢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过来 班长 我记住了 你投起 不放弃 好 像是我带的银 接着 铁头有了 向后转 目标迎方 有了 泡沟 倒 去 我们有了 有了 这人不是海外 走 好看的地方 谁愿意走呀 连长 这就要走了 是 要走了 来 坐下来陪我浪一会儿 过来 走 还有什么需求吗 没有了 必须得有 您要说小愿望倒是有两个 说 我 守卫了北京九年 没好好看过这城市 我想好好看看 要穿着军装在天安门面前拍个照片 也算是留个念馅儿了 还有呢 我没吃过北京烤鸭 在走之前 我想尝尝 好 我今儿就让你吃个糕 行吗 谢谢连长 好 全地进化 是 走 走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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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一排三班 这个完毕 请进去 你们都对班长很熟悉 你们觉得他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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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经 一排三班班长 刚齐连第四千八百一十一个兵 今天 光仲退伍 好 玩 玩 连长 连长 老大 我想给我的战友 再尽最后一个礼 请请老友 敬礼 一声鼻力 一把剑 一声王王 张七连 张典一阵 张典安 人权为国 保家人 张典战王 敌人胆 穿战海船 美丽船 攻击车 手臂剑 法律师傅 唱台队 宋世纪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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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样阳刚气十足的一段表演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惯了 抹着口红 抹着眼线的 这些男孩子们的表演 子怡 你对这样一段军礼的题材 一段男人离别的戏 有什么感受 我很羡慕台上的四位演员 你们穿着戎装 感受着战士们的光耀 也许战士 他们的形态 他们说话的语气 他们敬礼的样子 可能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都是人 他们四个人 包括中间郭麒麟 他起到了那么重要的连接的作用 虽然你的戏没有那么重 他们四个人物 都有四个人物的个性 曹俊 他抱着那个拉杆箱坐在那的时候 我看他的双手紧紧握着两个杆子 我就已经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他们相信这个人物 他们在台上站得住 没有台词他们也站得住 他们在表达的是人物的一个灵魂 我觉得特别的美好 这就是我就是演员这个舞台的灵魂 他让演员丢掉所有那些杂念 我相信他们在演的时候 没有晋级这一说 没有什么谁要去上热搜 谁要去比谁要更强一些 他们四个人是相互的 像一个柴火堆一样的 相互支撑着燃起来这一把大火 我特别地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首先向高树冠老师致敬 好久不见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个舞台 至于我跟三位小孩的事 其实是我们在一块互相磨合 互相切磋 我觉得都是一种互相帮助的过程 很开心 很愉悦 真的 学习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楚光 谢谢您 好 其实这个舞台 像国立老师说的一样 鲜少出现这么阳刚的作品 前一阵呢 来这个舞台的女演员居多 今天终于一下上来24个男性 太好了 刚才那20位军人 真的是让我非常震撼 我觉得最难的不是说每个人演成每个人 最难的是20个人是一个人 我觉得这是军人系的魅力 金超 神星兼备 非常的帅 在整个表演过程中 你几乎支撑着整个主线 你表达的所有的东西非常清晰 东西 好看 很好看 可能前半段还没有完全进入你们的状况里面 但是后半段我是被感动的 还有郭麒麟 你只有几句对白 但你每句对白都是讲在点上的 非常好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一群大老爷们在台上演戏 紫衣会哭成那个样子 因为你们有一个军人的这个仪表在外面 所以你们所有的这个行为举止 都是要努力地去克制 可是越是克制 内在的那个情感 它就越是汹涌澎湃 所以观众就会被真正的这个打动 非常走心的一个表演 曹俊是同心 很早就看到你演那个宝莲灯 你娘是世上少有的大美人 真的 大美人 在小的时候这么红眼了 这么多年戏 现在你要面对一个重新的一个开始 我相信这是你来这里的原因 而且你选择了这个角色 王宝强演了 但是我感觉到最后 你演出了自己的许三多 然后呢 金超 我其实特别期待 看到最后你这个人 真的是绷不住了 就你把所有的力量 都留到最后 那二十个军人上来的时候 你再也控制不住了 但是你的形体还是努力地 就是绷紧着那么来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更好 然后是郭麒麟 你还说不说相声了 齐头并进吧 我因为我们刚齐连的宗旨 就是不抛弃不放弃 是人物了已经 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相声演员演戏 他很容易带有原先的那个相声的那个份儿 但是郭麒麟从那边跑上来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特点的一个战士 就我想不起来原来那个角色是谁演的 所以我觉得郭麒麟在表演的时候 是抓住自己特点的 那我可以说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你是一个演员了 而不是一个相声演员 这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觉得呢扮演许三德 这个战士呢让我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是动真情 完成得非常好 让我看到了一个我的那些小时候的这些战友的形象 所以非常好 郭麒麟 我想知道你爸知道你来 我就是演员这个舞台上的事吗 其实是没告诉他 我瞒着他来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是这样 因为我和我父亲 我们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中国父子这么一个关系 我父亲说什么就是什么 直到我成年的时候呢 我父亲跟我说 说打今天起以后你再有什么想法 想干什么事 你自己大胆去做 但是做完这个事 他的后果要你自己本人来承担 你爸平时怎么评价你呢 很难 这22年没听过一两次 所以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就是我爸对我 就不太这么认可 可能是我努力吧 努力争取有一天得到他的认可 既然那个你爸不评论你 你评论评论你爸爸 你觉得你的戏言得好 还是你爸的戏言得好 深重一点啊 秦林 我这个 就在这里见分晓 来 说实话 那我就不回家了 是吧 行了 已经出来了 说不回家了就说我比我爸强嘛 这可是您说的 这个徐东老师一开始说那些不善于演戏的向上演员 应该指的是郭老师吧 我没有特指啊 这样啊 我确实负责任说一句 你的戏演得真的比你爸演得好 好 祁林 其实今天从我们开始你演完了这段戏一直有一个人在用电话听着我们现场的对话 这有啊 您您就是影帝 爸爸 太会演了 这个演得有点过 好好说 喂 喂 喂 爸爸 喂 喂 师父 儿子我的话我听到了 师父 你的话我听到了 儿子 刚才我听到了 他爸爸对他没有评价 但是他爸爸在我面前可对他有很大的评价 因为确实是 当时孩子可能他也不好张嘴 但是他夸他的儿子 都是从根儿上夸的 一直就说大林很厚荡 很注意自己的舞台形象 对他的评价也是 我很认同的这 大林 师傅 这个机会很难得 各位老师都在看着你 发挥出自你的肠项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 说曹俊你是蓝盈盈的男朋友 蓝盈盈是我们上一季的亚军 对 说曹俊你今天来这个节目 蓝盈盈知道吗 盈盈知道我来参加 我就是演员这场节目 他也非常鼓励我 因为我小的时候吧 还是很幸运 基本上都是男主角 男一号的这样的戏 但是连续拍了这么几年 就希望自己能够停一下 能够专心地学习 等于我大学毕业之后 在拍的时候 很多戏各方面 可能就不会有以前的 这么好的一些机会了 可能会一些小角色啊 所以我觉得 这将为是这个节目 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 能够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所以我来了 其实还有一个惊喜 知道曹俊也来到了 《我就是演员》的舞台 盈盈也有很多话想要对她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妈妈 已经以后 这么忙了 已经很忙了 然后放松了对吧 哎呀都开心了 开心开心开心 你这几天的辛苦 我都看在眼里 你在我心中 是最好最好最好的男演员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最棒最棒最棒的 等你看完这个视频了以后 下了舞台 赶紧给我来一个电话 因为那个时候的 我肯定是非常非常牵挂你 等着你的信息哦 我想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好甜的 好惨不 潮举里赢了 我们这节目现在的性质有点变了 而且他俩有互相称呼的那个小名 就上海话 上海话就摸摸 摸摸 摸摸就是其实上海话就是那种小模特 小猫头 哎 这种意思 小孩子 对 我叫盈盈可能是叫 努努 也是努努 哎呦 哎呦 天死了 老头子牙都酸掉了 哎呦 我觉得曹俊不管结果如何 你踏上这个舞台 至少让很多人 就不会再说 哎 这个是盈盈的男朋友 都会说这是曹俊 而且你完全不用担心你之前的有任何的影子 你就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演员 谢谢自己 我会努力加油的 谢谢 所以我们现在说到经超了啊 你太太是知名演员小李林 电视剧上错花叫嫁队廊中的杜冰宴 听说小李林也来到了现场 在哪呢 师哥好 我今天坐在这儿 我很激动 因为我是第一次坐在台下 看我先生演出 如果了解我的观众 应该知道我们俩有很大的年龄差距 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婚姻 但是因为他给了我幸福 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 所以才有今天我能坐在这儿当一个观众 我不用出去奔波 出去担心所有的 而他在承担这一切 包括他想不做演员了 因为真的演员是很被动的 曾经一度就是不打算做演员 告诉我 他说他去到人家制片公司去打工 每个月可以挣四千块钱可以养我 还有孩子 但是我跟他说 我觉得你是一匹黑马 我相信你会好 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 对于来到这个舞台 他是很犹豫很紧张 他很想来 但是他也害怕 但是我跟他说 我说你可以的 不管你 未来走多远 我都在台下 都在你的身边支持你 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棒的 老公我爱你 这个节目 这节目已经变成狗粮的诞生 爱已经充满了整个这个空间了 对啊 好有幸福感 其实 我就是演员这档节目 他在我们演员这个圈子里面 他已经成为一种考核的标杆了 所以去过那档节目的演员 我们都会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他们 这是我们所有做演员人的一个梦的舞台 能来到这儿我非常开心 然后 其实 我太太很爱看着节目 从第一期就是 她就让我来参加 我就听我太太话了 我就来了 我也希望我证明话 听话 好可爱 关键还这么帅 还这么听话 对 听话 这也是我的经验 其实 但不一定是许臻的经验 你以为我为什么来做导师 你也很听话吗 因为桃红上一期来了嘛 我就问她 我说要不要去 结果她说你去吧 来对了 听话 听老婆话 吃饱饭 对 其实京超这段话呢 我觉得 让我也非常感动 其实你要说 这是一个标杆 我认为是不可以接受 其实这更像一个表演诊所 对 就是我们是让一些 认为自己已经很有经验的演员 和认为自己找不到方向 我应该怎么演 这样的演员 到了这儿来 我们给归制归制 这几个导师 他们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当我看到你这段表演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是非常真诚地告诉你说 表演还有这样一种方法 你试试也许更好 其实刚才我看的时候很感动 感动在于刚才刚刚已经离开场的那二十个小伙子 因为我们都知道士兵突击当中最后刚起连他们自己的那一番话 很重要的一番话 其实刚才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在台上 真的齐刷刷地说出来 没错一个词 有了他们才让整个的这个作品真的升华到了送金超 然后送这个班长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特别感动的 齐琳跟导师一样我出乎意料 因为齐琳要改掉一个小毛病 特别动 他一上场之后拿那个锦旗 就是习惯性的是相声演员的介绍 跑上来之后 第一个动作就先跟观众说话 就是 其实刚才他跑上来稍有一点 他赶紧赶紧他给我回去了 你看 特威风 特有英雄气概 您看到那细节了 因为他习惯的是 您看您注意的他习惯那个 他就说 他说哎呀老师 我会不会给大家干扰了呀 我说你只要去掉 跟观众这位爷介绍这事 可能就会好 我觉得今天这个环节是揭开了所有人的面纱 谁是谁的爸爸 谁是谁的妻子 谁是谁的女朋友 我们没有那么神秘 我就是演员 演员其实同等于 我仅仅是一个 拥有一项职业技能的人 普通人 谢谢天志老师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导师 你们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哎呀真是好难选 我觉得这些演员们 确实都饱含着一种激情来演这个戏 尤其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就是这个郭麒麟呢 这个演员啊 这个改变其实是蛮大的 他今天顶弃了很多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在舞台上的一些特点 今天的曹俊的表现让我看到了一个蜕变后长大的一个非常成熟的演员 他没有王宝强那个角色的影子 完全是他自己情感的一种表达 金超所饰演的这个班长的角色充分地展现了他对待上级 对待战友 以及对待自己三个不同的面 他一直在用自己最真挚的饱满的情感 在去塑造那个角色 观众会如何投票呢 郭麒麟得票66票 曹俊得票92票 金超得票122票 几位导师 请公布你们的选择并说出理由 几位导师 请公布你们的选择并说出理由 从曹俊一上场 我是快速无形地进入到了他的人物世界 而且他的情感非常的充沛细腻 我这一票投给了曹俊 我这一票给了郭麒麟 我觉得大家都演得很好 在这样一个难选的这个情状况下 我感觉到郭麒麟更加质朴一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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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郭麒麟在无此状态下的表演 我这一票投给了郭麒麟 演员一秒入戏 随光探亲心动演技 OPPO晋级时刻 恭喜麒麟进入A通道 恭喜 恭喜郭麒麟 恭喜郭麒麟 我们今天有一个飞行导师刘嘉玲 如果这段表演让你心动了 你现在就选择爆灯 但是今天有三组表演 我没看下面两组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不太公平 我想我还是看看下一组 那这个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你们二位要离开这个舞台 走之前有什么话要说 来到这个节目 就是带着我对于演员这个职业的喜爱 对于表演的喜爱这种感情来的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证明了自己现在的演技 现在的水平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就像您说的 这是一个诊所 能找到自己的优点 也要找到自己缺点去改正 然后除此之外 我还是要感谢我太太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然后这个家我会一直撑下去 这片天我会撑着 把掌声送给金超 送给曹俊 谢谢你们的到来 我还是要选择爆 夏琳老师 太刺激了 我真的不想留是一个 我心目中应该能够很好的一个演员 所以我爆灯 给金超 谢谢老师 哎呀我都是鸡皮疙瘩的了 我也是 演员一秒入戏 随光看清心动演技 OPPO晋级时刻 恭喜金超 成功进入A通道 好 算 曹俊 这是你的一个台阶 这是你一个起步的一个地方 希望你未来越来越好 谢谢郭A老师 其实不管我们身处和地 都要有那一份仰望星空的勇气 有 有 有 就像是我手中的这一台 OPPO 27 Pro一样 它能够让你在夜晚都能够闪耀最璀璨的光芒 那接下来你也挑一位你特别喜欢的导师和他一起 记录下你在这个舞台上闪光的时刻好吗 来 我们拍个合影 好吧 去 来 来 你在中间 来 来 准备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你一净给你玩这虚的 给你说完了星空浩瀚 我说怎么那么空的话呢 闹三天落到这了是吧 没有OPPO也没这张大合影啊 对呀 谢谢OPPO 欢迎 谢谢子怡老师 谢谢大家 加油 曹俊 加油 曹俊 加油 买进口 上考拉 下载网易考拉APP 输入演员 领取节目专属领包 我们第二组演员 非常有看点 共有三位演员 同台敬演 最佳您自我的印象 当然就是 粉红女郎中的她妹 但是这么多年之后 妹已经熬成姐了 这次回归我非常地期待 因为她一定是 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 曹锡文可是央视的 当家女一号 打开电视 就能看到她的霸屏 她一直也都是 用角色和作品来说话 我觉得跟她搭档的演员 要非常地小心 王阳演了很多 深入人心的角色 比如青年一生中的王博 金毅梁云忠的柳文昭 每次看她演戏的时候 都能觉得她是真的 把内心沉浸在角色里 我是第一个 这是我们唯一的 看过的综艺节目 我期待遇到好的对手 王阳 您好 您好 我觉得画剧演员 最大优势 这个舞台经验 相对来说丰富一点 哈喽 世界好 19年没见了 我们绿得好好久远 您好 您好 坐坐坐 是我们的剧 左右 咱俩是一对 是 前妻 我喜欢董方这个角色 干脆立入 我倒真的挺喜欢 梅竹这个人物的 咱们俩再生一个 这不是乱套 那排练之前 我们先用 OPPO R17 Pro 拍照手机来拍个照吧 你拍照效果这么好 如果有了孩子 我们养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拿过来 不可以 因为我是孩子的妈妈 电影里也是她来养的 我是觉得这些东西 铺垫到一定的程度 还没有太多 那这个戏就往下走了 不是 但是会觉得有点奇怪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创作过程中 咱每一些争执 该妥协就妥协吧 好 董思安 对不起 你怎么就这样坐过去了 我没法站在你们两个中间 你这整个一过去 就完全一直在逃避 这是你们两个的气 你让我一直这样站着吗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个时候你放弃了 你躲到那儿去 我下车我走 你来追我 你怎么追得动 你不着急 你永远都不着急 我们缓个三分钟好吗 不好意思 真的要请你紧张起来 这种是节奏很快的戏 其实 我可能会在某些点 表现得比较强势 因为我觉得 把一台戏演得完整又好看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对不起 对不起 媳妇 对不起 我对我师哥很不礼貌 不要让大家觉得 我们俩真的骂起来了 没有 没有 我们就是 就是 我是觉得每一个演员 是不一样的 特别该坚持的地方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有这种碰撞了才好看 刚才他离开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站中间 你俩是左右 然后他走完了以后 左右为难 变成你 整个节奏就变了 谢谢老师 你说的我们记住了 我觉得蕊一蕊就好了 其实我们三个美人 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觉得我的优势 就是我自己 就把你最真挚的那一面 去剖析出来 去给观众看 我觉得这个角色 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表演 所以我信心十足 请尽管放马过来吧 这是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 我要把自己 很好的状态拿出来 佳玲希文 虽然你们是女演员 但是不会让人赢 抖音相伴 好戏不断 下载抖音APP 关注我就是演员 拍同框视频 秀出你演技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为了救身患白血病的 女儿和和 美主找到了前夫萧璐 希望能用试管婴儿的方法 取得齐带血 配型给和和 同框跟不同意 都已重组家庭 形同陌路的两人 被迫又产生了交集 就在美主满怀希望的时候 一份通知书出现 使得两家人都面临着 左右为难的选择 喂 老谢 和和刚才还在说 要爸爸呢 放心吧 我没在孩子面前哭 挂了 你跟我说再多没用 工程质量不会跟我给你什么钱 没钱给你 什么意思啊 我问你 有一天 这楼塌了 找你找我 你赔我赔啊 我不管你找谁 来了 停工是吧 停 你现在就停 你把工程全都带走 立马带走 怎么了 工地上的事 和和怎么了 他这两天还行 睡着了 进来吧 吓死我 以为他出什么事了 不是你没事 你找我干嘛 我工地上一堆破事 喝点水吧 老谢呢 他去值班了 坐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跟我说呀 有的话咱就快点说 这一段联系的有点频繁了 董芬这边 我心里边不太痛吧 医院的报告出来了 又失败了 医生说 做三次已经是医院的魄力 不再给做了 那你想怎么样 我 还是想 再生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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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什么玩笑 不说了吗 医院不给再试了 怎么生啊 你别这么看着我 你有什么你就 你想咱俩来真的是吧 干不了这事儿 你再想想吧 行 你再想想吧 我没什么好想的 你觉得现在不够乱是不是啊 是因为董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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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了吧 我背着她咱们两个偷偷跑到医院去做使馆婴儿 你现在跟我提这要求 我问你 我怎么跟着在开口啊 我去求她 你求不了 没法求 真的我求的意思 我去求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 什么方法 我都得试一试 我都得试一试 老邪啊 不是他 他上夜班呢 谁呀 谁呀 没有打扰你们二位吧 说什么呢 不是在美国吗 你不是也没在工地吗 你听我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董凡是吧 我现在在跟我的爱人说话呢 和和在里边睡觉 咱笑点是 不是 没说呢 你到这儿来吧 心虚什么呀 我心虚什么了 脸上都冒虚汗了 还没心虚啊 我有什么好心虚 今儿梅珠临时叫我过来 和和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吧 我们两个去医院 血型它也配不上 那不得商量商量 有没有什么责 再给孩子治病啊 所以就商量到家里来了吗 这都几点了 没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两个连 是 试什么 没什么 该不会是你之前说的试管吧 没有啊 怎么 我们做的试管 你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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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 没成功 医院不再给做了 董帆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 为了想救恒恒 我跟小龙 还想再要一个孩子 这是没猪想法 我没同意 做什么都是想救孩子 这么多年 你跟我说你工作压力大 你暂时不想要孩子 我逼过你吗 我说过你一句不好吗 那是因为我理解你 可是你倒好 这么大的事 你说都不跟我说一声 不是小龙想这么做的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是我为了救恒恒 把他逼得不行了 所以现在就要比我吗 你老公吗 老谢呢 他能同意吗 我倒是希望他能不同意 这样 我就不用欠他那么多了 我知道你接受不了 小龙接受不了 我也一样是接受不了的 可是恒恒是我们的孩子 小龙无论如何 都是他爸爸 爸爸 我睡觉出闭嘴了 爸爸 头羊起来 算月 平打 平打 先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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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娘快 有没有冰蛋 阿姨给你吃下 不怕啊 快 快快 快 快 不怕啊 记住中心是吧 我说 我女儿白血病 刚才流皮血流了好多 现在止不住 我带个车过来好 快快 六岁 六岁 幸福洗礼 三单元 几年几年 五零二 五零二 好了 学姐夫啊 把头扬起来 扬起来 来 把妈妈手伤 不怕啊 奶奶 这个阿姨是谁啊 这个啊 这个不是阿姨 和和喜欢她吗 喜欢 喜欢的话 可以喊她董妈妈 谢谢董妈妈 和和衣服脏了 走 妈妈进去带着换点衣服 董帆 对不起 第一次见和和吧 我也不经常见 但今天第一次见她 留这么多戏 孩子从小长大 我没进过什么测误 命苦 得这么一破病 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你 救我孩子要紧了 不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我都支持你 如果将来 将来孩子 真的 真的出生了 咱们来一样 让街坊邻居知道 那是我们的孩子 那是咱俩的孩子就行 去照顾 去照顾和和 快去吧 嗯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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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表演的时候 没有一道特别明显的界线 说我现在要开始演戏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是我们推崇的一种表演 这才是好的作品 应该传递的能量 谢谢大家 你们演得太棒了 我觉得我就是演员吧 推出了这样好的三位演员 去表演了这么 至极的这么一种表演 我如果来到 我都不知道应该在对你们说什么 嘉宁演的那个人 他有一点咄咄逼人 对 他有攻击性的 这个男人 所以就因为这个 就离开了你 而后来曹锡文的可爱 他给了你一个嘴巴 也是他的可爱 以至于他到最后 他说你们去吧 去救这个孩子吧 还是他的可爱 为什么 因为他是真心地 爱这个男人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点 让你们给嚼出来了 真了不起 真的是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吧 让我觉得折服 如果我的每一部戏 都是这样的演员去演 哎呀 我得多轻松啊 我得多幸福啊 我觉得这三个演员 到现在来说 真是最好的一组演员 谢谢 我都不觉得这是在看戏 我完全觉得这是一个 生活的一个断面 真的是感动得我落泪 王阳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内心太饱满了 这才叫演员 希望我们能够加个微信 加个微信 对不起 我补充一句啊 对不起 如果我给王阳 挑一点这个瑕疵的话 最后你和那个 曹锡文的那个拥抱 我觉得那个拥抱不够 你那只手为什么垂着 我特别希望看到你 全身心地去抱住他 因为你没有感觉到 他已经给你一个决定了吗 你需要给他那个 我当时演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挺矛盾的 我不知道我过去 要用双手抱他 还是单手抱他 我倒觉得那个抱是 挺有味道的 这个片段叫左右 他真的是左右为难 他爱着现在的前妻 他又心疼自己的孩子 他到底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处理是 双手那么激烈的抱 反而常规了 我还挺喜欢他那个拥抱 明白明白 你这个说服我了 因为你这样一说 我就知道 其实他还没有想好 我没有想好 我特别喜欢 王阳和薛佳宁两个人 坐在那儿 他们有好几个瞬间 是对视的 然后是无语的 我觉得那几个瞬间 比台词来的更有力量 我第一开始不知道说 做三次 试管婴儿 对 就是做三次都失败了 但是你后来 凝视他的那一刻 一下子你那个眼神里面 就把这个故事就 来龙去脉 就表达清楚了 谢谢 曹西文的情感 也是非常的涌动的 因为你的角色 是不好处理的 太复杂了 对两个女人来说 对一个父亲来说 也是太残忍的一件事情 这是很难去做一个决定的 谢谢 谢谢 好 博叔 这个戏我太了解了 这戏叫《左右》 这戏最初是王小帅导的电影 后来那个小帅导演 把他做了一部电视剧 找我来演 当时我把影片的蝶 看了三遍 我把剧本看了两遍 我没敢接这戏 小时候说 为什么秀博你不接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你为什么把这么撕扯的东西 放在一部戏里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印象特别深 他说你知道吗 他说我认为戏剧电影 就是一个拳击台 你要把人类最极致的情感 和灵魂放在上面撕扯 我真的是 这是我唯一一部不敢接的戏 那后来谁接了 后来没拍那部电视剧 你不演人家就不投资了 所以就不投资了 你现在看着他们这个 你要不要重新回去接一下 我不敢接 我还是不敢接 但我真的是对家人小演员 四位演员 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由衷的敬意 非常受效 非常受效 我总觉得演员 不是什么都能演 我绝不是什么都能演的演员 我从业以来 我只挑我自己认为 我能做到的戏 我做不到 我宁可不演 我看到你们的表演感触蛮深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能够在观众面前展入人性的失败 抱负 梦想与渴望 可能是我们演员要定下来的目标 观众会感动的 我是被你们的演出感动的 然后我特别喜欢王阳 你演得太好了 然后还有曹锡文 你演得很好 如果真的要挑一点瑕疵的话 你进门的时候 你不要有预感 你不想看到这个画面 但是你看到了 嘉玲姐有问到锡文那个 你进门的那一块 其实刚才我也在想 可能是在我们排练的过程当中 没有处理好 我可不可以麻烦那个嘉玲姐 能够上台来 把这一个 然后 对 不会吧 这么厚劲的演出 就是一个进门可能就好 因为我们都看过 许臻老师的那个喜剧 我想撮合一台 在这一个尴尬的瞬间 万能征上 来吧 我们把舞台留给他们 完了 演员现在要在这里滑铁炉了 嘉玲姐 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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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的在这里啊 我 我来 我来看一眼孩子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没有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他的化 化验报告 谁的化验报告 孩子的 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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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多了 这是想多了吗 我觉得 我们今天 要把话给说清楚了 我 我 我来这里 我 我来这里 我根本没有想到 你会在这里 我来听说 你做个选择吧 对不起 我 你对不起我什么 没有 我是为了救孩子 你对不起我什么 我想要个小孩 你知道吗 你有做到了吗 你瞒着我 那也是我的孩子 出这样的题太难 谢谢徐政老师 谢谢嘉玲老师 你像刚才嘉玲那一下 他就突然忍不住了 想出来 但是他马上又给他收回去了 这就是属于表演的那种 精华之处 我觉得 嘉玲姐 她在台上这么短的一个篇幅里面 她是有变化的 我看到她的苦笑 然后看到她的那种不相信 同时她想忍的那种情绪 笑着去演这个悲情 这个哭泣 就这种表演 我觉得真是游刃有余 这是表演的大事 你们三个人也都是在舞台上 演了很多年戏的演员了 为什么会来到 我就是演员这个舞台上 我是演清喜剧 粉红女郎出身的 一个演员我觉得 他用了一百分的努力 别人一分都看不见 用了一千分的努力 别人能看见一分 用了很多很多努力 可能人家能看到你的一个成长 我觉得成功可能是点成长 是一个持续的愉悦的过程 所以我今天来到了这里 来挑战一下 好 谢谢 我的这个特别简单 其实在家我很少看电视 你们的第一季 是我唯一从头至尾 全部都看的一档综艺 我觉得对于我一个演员来说 我觉得如获至宝 所以我鼓起勇气 参加一下这个节目 其实我从零二年毕业到现在 也演了十六年的戏了 有很多人问我说 汪洋 你一直不温不火 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到四十岁了 我需要更多的人知道 我是一个演员 我是个男演员 我的名字叫汪洋 而且我还记得徐征导师 也是我的师哥 在第一期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当时淡淡的一句 就是说好演员的春天来了 我想在春天里 沐浴阳光的话 会暖一些 接下来就要看我们导师 这么投出你们的这一票了 三位导师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曹信文老师也是今天晚上 让我真的有点大开眼睛 因为他这个角色 其实比王阳老师 和薛佳宁老师的角色更难演 他很快地表现出了 男演员现任期的这个情绪 这个情绪是很精准的 王阳就那么平静如水 就把他非常深刻而平凡地表演了出来 很高级 薛佳宁演的这个家庭主妇 你真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家庭强烈的爱 和为了这个爱的不惜代价 岁月真的帮助薛佳宁成长沉淀 来 薛佳宁 曹锡文 他们两位的得票是 96票 王阳得票 83票 来 各位导师 究竟哪一位能够升级走入我们的A通道 请公布你们的选择 并说出你们的理由 吴秀波导师 好 我投资薛佳宁 我被你那个安静的那个凝视所打动 就是你身上莫名地有一种宿命感 跟这个角色非常之接近 真的不得了 张子怡导师 我把这一票投给了 王阳 我的理由是 他看似平淡的演出中 却有着不平凡 而且透露着一种高级的表演 你们校尉都演得非常好 这次 我把我的票给到 你们校尉都演得非常好 这次 我把我的票给到王阳 我希望通过我选择王阳 让更多有实力的男演员 可以来到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 王阳 你是一个好演员 下领导师 如果是你有投票的机会 你愿意投给谁呢 我投给王阳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这条路走得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中途有很多的考验 但往往是这种考验 给了你在生活里面很多 很饱满的 很丰富的一些体会 所以你演出来的角色 会那么的动人 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个春天里面 开出一朵灿烂的 美丽的一朵 饱满的花出来 恭喜你 谢谢大家 演员一秒入戏 随光看清心动演技 OPPO晋级时刻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王阳 恭喜他进入A通道 加油哦 加油 期待你走得更远 我叫王阳 记住了 记住了 王阳真选择冠军 二位 要离开舞台之前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所有的老师说 这个作品好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已经非常快乐了 西文 我要感谢一下这个天池老师 我觉得我的表演是流畅的 我给我自己打一百分 谢谢大家 好 让我们用掌声 送他们离开这个舞台 谢谢佳宁 谢谢西文 谢谢二位 非常感谢 现在进入贝壳找房互动时刻 下载贝壳找房APP 为你心中的A角演员助力 他是哪个受害者呀 他现在只想给他讲一个故事 这样不行呢 不要请咱慢慢来 谁能够有机会 与我们的导师们进行演技的切磋呢 特别好 一把把你拽回来 别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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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打了 被家暴的这个角色 会英雄的演出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好疼啊 最后一期的挑战赛 一共二十名参赛演员 你们就怎么相信我 你是我谈过最后的男人 全部都是A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我的你 对不起我的你 我没有看到你们两个在PK 这点我很佩服 没有我就是演员官方的报 助力你喜爱的演员 我作为老公已经非常被你自豪了 我爱你 你就以为我没人要是不是 我看不到希望 咋好多人要回老家吗 你说我现在留在北京还有什么意思 一下子扑面而来的那个现实 气息都特别好 非常地喜欢我要看你的女主角的那一天 你演过我儿子 我觉得就把你当儿子 我说你发现了一个好演员 我终于看到一个演戏演得这么好的小鲜肉 这个才是偶像 什么是演员 狂奔在西北方面 狐狐出心 见自己 见兄弟 见重生 寻找自己热爱表演的出动 我就是演员 我就是我们来自从来自由地开设 我就是做一个好演员 我来自从来自从来自从来自尽